执法后一个月取发区疼什么原因 李平 皮肤科 主任医师 执法这个过程也是要求很高的 最好要到正规的医院里边 他现在向皮肤科 皮肤病院分的专业比较细 专门有执法团队 这个对无菌观念这些要求都比较高 如果说一个月以后疼 一个就是感染一般来说就是近期的 一般疼痛也就在个三五天左右 但是一个月还疼 也有可能因为你取的时候 执法的时候它有皮神经 如果有些神经受到轻微的损伤 它就可能有疼痛 但是很少 但这个相对神经的话 它如果说修复起来 相对的都是很慢的 如果说疼得比较厉害的话 要去敷诊 要到执法手术的大夫要敷诊 继续再咨询一下 尤其是早期的话 一定要注意 要严格的按医主来注意局部的护理 不要引起其他的并发症 像感染呀这些 专家提示 一 可能执法的时候 皮神经受到轻微的损伤 二 一定要严格的按医主注意局部的护理 不引起其他并发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